HELLO 大家好,我是Yuna 這段影片差不多已經一年前了 是上年五月份的時留 我和我的香港朋友一起去土耳其玩 現在就剪一段影片出來 巴榮航去土耳其、伊斯坦布 其實只需要四個小時 因為當時我還是有上班 我請不到那麼多假 所以我錯過了沒有去伊斯坦布玩 當日去伊斯坦布之後 就轉內陸機去了一個叫Dexert的地方 就是去看棉花堡 那我就補充一些旅遊資訊 那去土耳其要不需要Visa呢 我就發現如果你是拿英國護照片 就是不需要Visa的 然後我就再檢查土耳其的入境政策 BNO其實就是戶面簽 那當時我就想用BNO Passport 去整土耳其的Visa的時候 發現他的官網其實是沒有這個選擇的 那最後呢 其實我就選擇了用特區護照入境 那如果大家最近有去過土耳其 是可以用BNO 入境不需要簽證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大家 現在是5點多 對呀 只有一個而已 看不到一出 但是今天天氣也挺差 就是這裡已經是棉花堡了 這裡有個榮池 我們在這個Denise呢 就是住這間酒店 不懂毒的 我也不想再獻酒了 之後呢 其實他也挺清潔的 乾淨的 但是就不是說很grand的那些 那看一下大家需求什麼 那他有包上早餐 那早餐都算豐富的 女生來說呢 其實都已經夠吃的了 原來還有一個amlet 是一個好像親倦的東西 很可愛 Hello 我現在走到棉花堡 在酒店距離 報行5分鐘 這個酒店超漂亮的 這個酒店超漂亮的 你看 這個泳池是不是橋 這個滑梯 我想多了 這就是棉花堡了 那我就順便分享一些打卡攻略 那棉花堡裡面呢 其實就是有兩個入口 一個就是藍門 一個就是北門 那我們呢 就是選擇了藍門的 那藍門進去呢 就是少些遊客 也都是可以多些不同的景觀 可以讓你拍到 因為它就是由棉花堡的底部 開始走上去上面的 買了這個去山的地方 但是我應該去兩個地方 雖然其實它就沒有什麼玩 也都好像很科目的地方 但是棉花堡是真的很值得去的 進去呢 真的比它那個 好像一個白雪的雪山一樣 震撼不了 那當然其實它不是一個雪山 那其實它就是有一些 有鈣的礦泉水 一直在沉積 那然後最後呢 就鈣化了 就變成了一些石灰岩塵 現在到了棉花堡那裡 剛剛脫了蟹 因為它說可以穿襪 但是穿不到 因為是水 所以它有點濕的 嘩好害怕 我覺得像泳池水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算很刺濕的 即是那些石 可接受的 但是它一定要小心一點看著 我覺得還好 嘩好漂亮 這個大媽媽 搞不定 好可愛 好可愛 為什麼會上去蝴的水 再下來再暖 為什麼不是收了水 上去已經是暖 嘩 嘩? 泉水不可以 嘩 為什麼會是上面太冷 所以上來 下水蝴就暖 是啊 不 我覺得開始 暖了 我覺得暖一點的 真的 但是你以為這個毛濕了 是冷的 對 但是 這些石是 不知為什麼 有些暖一點的 現在找那個什麼 對啊 是啊 我有個問題 我幫你拿走那個英國袋 你可以現在普通地走 你可以走快一點 我現在全程會 拍到你去找到那個鹽湖開始 哈哈 哈哈 看到我掉下山之後 超舒服的 這個 在那邊浸腳 我就看我好害怕我有沒有事 你站在那裡 你看 這些水是亂的 真的不捨得走 是 笑死 知道那邊超多遊客 都說你遲了來 今天 超多遊客 那由下面走到上去 那其實就可以遊覽其他的設施 那它也有得浸溫泉 也有一些古蹟是可以看的 那條路線就暢順一點點 發展 一直拍到 溫泉 的 使用 短毛 移動 每一排 是 出發 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